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晚上好 对 放了个封面 晚上好呀 哇 好久没听小情歌了 对 女明星比较忙 今晚买了个新的头裤 如果不搭这套衣服就是了 买个非常少女的 吃了吃了 不是搞笑是什么 搞笑是 他非常独定的跟我说 非常非常肯定的说 我们绝对在海底捞见过 这就搞笑了 对 最近头发有点不大要使啊 先把它绑起来 其实 只要发亮服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唱着我们心头的白歌 好 好 啊 嗯 一 不是 高马尾 什么 刻薄 他刻薄啥了 他刻薄我什么了 蜡妹 蜡妹版头发 我得试一下这个 看着我们心头的白鸽 哼 我想我很适合 到一份歌送着 尽限在风 怎么会这样啊 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这不是围巾 这就是发带 好 确实 我也觉得有点宽 对了 我要给你们看一下S对的发带 好酷哦 你知道吗 他周边居然有这种 运动会的时候发的 还挺好看的其实 是不是很好看 把它弄下来 对它是白色的 这个宽度就刚好 要抽一点头发 要抽一点头发 对我也在想 其实就是白色会张身体 如果以后你们看到它是卡其色的 就不要其实就只是 是吧就很运动 没有不是睡衣 因为我 我今天出门吃饭嘛 我不想穿的太太太那个震慑 而且太热了 我今天忽视了今天这么热的天气 超级热 对出去吃饭 要跟两个漂亮的妹妹出去吃饭 可不得穿的舒适一点 就请给我惊喜 关于爱情 过去没有异常的结局 那天气 却颠覆了自己 这个我怕把它弄脏了 因为里面真的非常的白 三个 三个没有我们三个 他就是非常离谱 带一个黑的水 一开始 为什么还是看你 做做不清 以前就飘过去 还加起 你 为了想我 躲在角落 忙着快乐 忙 就看我从彼此陌生 那是鬼事 我从没想过这 爱 到现在 不可期待 要证明自己 曾被你想见 reely 我不似懒伤 就从经验起 i wish 像一个陷阱 就从未犹豫与相信 你真的愿意 就请给我惊喜 关于爱情 我却没有一下 要把全部弄起来了 那天气 却颠覆了自己过境 好的怀疑 我爱因你而明白 这那场 就真的遇见 会 我的世界 真的奇妙 更难以言语 还以为 是从天而降的梦境 直到决定 手的温度来 本来觉得自己瘦了 然后呢 看了一下 录播 这个腿真的好粗呀 我发肌上好高呀 好烦呀 怎么会这么高呀 不是那腿真的很粗 看得我很难受 就是大腿真的很粗 脸好像瘦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 15号16号在都 哭 哭什么呀 为什么哭了呀 在的在的 一个直播十个造型 想练字的话 其实练字应该从 正凯开始练 就慢慢的先从一笔一画的那种 笔画的那种开始练 辨识的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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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喜欢你 这首是这个歌啊 哦 你们听过这首歌吗 非你不爱 没听过那首歌 头带孔 这世上充满了 类似爱情的温柔 可是你不同 你真的不同 只有你完全符合我 做的没看见 我想看对了 按流 触获了自由 我成了忽然间给你 我全所的心情 哎呦他们怎么讲话这么快啊 像这样看着我 发现我存在 我呼吸都有了理由 后来 错了又错 一直到与你 嘿 我今天听到曾锅念那个 曾锅念那个须知 哇哦 好快啊 我第一次知道 须知可以念的那么快 非常的快 我都惊呆了 好真的好快 然后又不需要思考为什么 就非常非常非常迅速非常快 好 好 好 有病 哈哈 和你爱恋的一个学姐很像 你一样就想啊 你对你学姐都不好意思说了 你对我要勇敢一点知道吧 学姐不敢保证不能对你干什么 学姐不敢保证不能对你干什么 我能保证对你绝对不干什么 是你就是我回忆到最后 我又不想让你干什么 再也不必哭的寂寞 不必吹着风 我一天一天爱的决心被你过 直到变成一首老歌变成 你知道吗 真的就是突然想到就是说 那个被认错的那个真的很搞笑 就我们先是去那个食品店逛逛街 然后一直在逛 然后旁边 其实你知道吗 还得亏我觉得他得亏 他们没有听到我们三个人对话 要是听到他们绝对不会误觉 误以为我们是女明星的 因为我们三个人在讨论那个耳钉啊 那家是一家非常 就是那种耳钉差不多是五六十块钱 然后我们拿着耳钉在那说 因为邱如问这个耳钉好不好看五十多块钱 我们说 然后我跟甜甜就说 哇这五十九块钱 五十九块钱你知道 PDD可以买多少幅吗 可以买五幅 你为什么要在这种店里买啊 就一直在说这个呢 然后我们就说 然后他就说他非常喜欢 你知道吗 喜欢 然后我们就说这个不能高于二十 你知道吧 高于二十就有点贵了 真的 然后我们一直在说这个 说这个时候就发现旁边有个 有个售货员一直看着我们 然后他说 小姐姐请问你们是女团吗 然后我他他说这个你们是不是女团 其实我第一反应没有想那么多 我那时候想的是啊 想的是哎 可能是我们的成员经常来这家店 因为那家店里我们中心住的地方还是蛮近的 所以说我觉得遇到我们的成员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对吧 然后他说你们是女团吗 然后我们就 嗯 我们就笑笑还没有摇头 就只是笑笑不说话 然后他就说啊 我之前在海底捞见过你们 哎他这个一说出来 我就想说哎那肯定就是我们48了 我们48经常去海底捞 还有人不知道吗 我们48经常甚至还穿着舞蹈服 演出服 日夜不分的去海底捞 还有人不知道吗 然后我就以为 我就以为是是是他真的真的遇到了 就是之前在在海底捞遇到了我们 哦 然后他就说什么 哦 我之前在海底捞见过你们 哦 然后我们就想啊 哦 不是吧不是吧 那他就是认出来吗 我就就心有点慌了 结果他就说哎 我知道了 你们是你们是火箭少女 然后我们就 一脸惊恐的看着对方啊 三三个人看着对方 然后干说完之后他还以为是他猜对的 你知道吧 他说你们是火箭少女 然后我们就 阿车阿车阿车 该我们 然后我们就说啊 不是不是我们不是 不是的 然后他他就说 啊 然后他就说不可能 你们他说你们就是 然后他说 那平时这么低调的吗 就是 而且而且在他说完之后 我们手上还拿着他的三个视频 秋如还在决定要不要买 然后我们还在想完了 你说 都被人物以为是明星了 但我们还觉得五十块钱太贵 怎么着也得为了面子买一个对吧 挑了个最便宜 挑了个最便宜的 在那挑了个最便宜三十多块钱吧 然后他就他就在那远远的地方 他就说 他说真的 我之前就是在海底了碰到过你们 然后就说 那我可以跟你们拍张照吗 就是说这些话 然后我们 我们就说不行不行 我们不能拍照的 然后他就一脸得逞的样子 他说 哦 他说你们不承认是吧 那我就要去搜你们了 就是 然后我们就 好 搜我们 就因为他会觉得 啊还不让合照 那一定就是了 这么低调 你们出门这么低调 然后我们说不是 确实不是 但他就觉得我们是 哼 笑死 然后他就跟另一个小姐姐在那搜 谢谢QAFTK 谢谢我不冲浪了 没搜到吧 反正就消失了挺久没搜到 但是他过了一会儿 因为我们还在那店里逛 因为手上那三十多块钱还没结账呢 是不是还在店里逛 需要让我找一个拼单 因为有个东西拼单之后 他会自动成为会员 你知道吧 哈哈 你知道吗 就是买够99 可以享受店里所有的会员价 你知道吧 那你当买一个东西 是不是不合算 真的 谢谢QAFTK 对 然后又不好意思放下走 虽然最后我啥都没买 而且我们今天不是三个人一起去逛街的吗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说 哎你说要是这里面我们三 因为我们说给自己的守护小天使买礼物啊 然后我们就说啊 我该不会是你守护我吧 就是最后就是一定要 然后我就跟甜甜说 我说甜甜你一定要在里面挑一个 真的 真的就是啊你挑你喜欢的 真的 你买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我真的是守护你的 然后他们反正就一直在 就是真的就是小小丑本人不敢不敢说什么 我说你那天只会觉得今天自己挑的太便宜了 不敢说话 真不敢说话 其实对于这一次的守护天使我真的一点头绪都没有 我这几天好像没有没有因为群里你要太搞笑了 群里大家都说要互相留个电话号码说什么 要是以防万一你的小天使给你买喝的买吃的这种东西啊 然后今天晚上小马在群里发 我的小天使求求你了 不要再给我订奶茶了 我最近已经谈分摄入过多 小辣 求求你别买了 这次小马肯定是有感受到的啊 肯定是有感受到这种不再像上一次那样没有感受到关爱了啊 求求你别买了 这次他的小天使还是挺甜的 是谁呢 该不会是我吧 我觉得我最近好像我的小天使怎么都没有给我 男妈他们都在群里 哦我今天想要吃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我最近好想喝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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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送就是小天使没有良心啊 小天使我的支付宝密码是 咔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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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 对 那我们在群里都是这样发来发去就很搞笑 我最近没有感受到小天使对我的任何实质上的一些关爱 除了一些言语上的 我想要最近有几个人会老跟我说晚安 就是以前从来没聊过天 不是没聊过天,没怎么聊过天啊 没怎么聊过天 除了家好友的时候,你好我是呆呆呆 没怎么聊过天突然开始早安晚安了 我就觉得不对劲啊 真的吗?不是吧 你做小天使的事,我做啦 我做啦 谢谢偶像星星啊 我做啦,我可是做了的 我最近都有跟我的小天使互道晚安呢 我做啦,小马都说不要再买啦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想念只让自己哭了自己 爱上你是我情非的鱼 其实没有啦,其实我守护的是小鹏 因为上次啊 上次我就一直说 你知道吗?上次太搞笑了 就是在揭晓那个 揭晓那个 揭晓那个 之前他不是一直猜是我吗 因为他鞋带掉了 我就一直追着他 我说我要帮你系鞋带 他吓得一直在 一直在到处乱跑 最后我连鞋子都没有碰到 所以我这一次就跟他说 对不对 栽到我手上了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鱼姿啊 谢谢七叔 我对鱼姿甜吗 我对鱼姿的 嗯 笑死 謝謝安喜歡美女 我的手霧天使去哪了 吃飯 對什麼時候回去 大概20多號回去 因為要等這邊的工作安排出來 那一周的工作安排出來了 才能決定 就是哪天的工作結束完走 2223呢 2223肯定是在的 我大概回去也是25之後才會回去 不是滴滴滴吧 感覺不像是 因為我感受到他自己也沒有在閃躲我 因為我感受到他自己也沒有在閃躲我 對 最近大家感覺都在虛晃一下 秋如 不是秋如 如果我不是小丑的话 就绝对不是丑 我叛逆过 我叛逆过 在我剪平头的时候 我非常的叛逆 12周揭晓 好像十几号那周揭晓 下周吧 15 16 我已经准备迎接那一天了 对 我很期待 我最近在苦恼给我的小天使送什么礼物了 对 我跟你讲 其实我真的 我上次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 因为 对学院写的那些 我真的很感动 而且后面揭晓的时候 我也很感动 但是我真的感动到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觉得我像个木头 你知道吗 我后来回来看陆伯手 我就觉得其实我那时候有一千句话想说 但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那种感觉 真的很感动 因为其实我 我不知道怎么说啊 就是其实段玉璇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 受到保护的一个人 我能够明白 也能够理解 他说的那种不好意思表达 差点说成不好意思表白 不好意思表达的那种情绪 而且他真的是私底下什么 真的是对朋友特别特别的好的 对 不好意思说 我今天回来有微信跟他问 跟他说一些话 就特别容易有点害羞 不知道为什么 对 然后我那天就觉得给他的回应很 很很大一致 就就感觉他 你看别看他那样活活泼泼的 对吧 然后我就想说 你看前面一个守护 他的 他感觉给他的回应 就感觉哇好快乐 到我这我就像个木头 其实我我是这样觉得的 我真的很感觉 但是就是很多时候不好 不知道怎么说吧 因为我有的时候很想说的话 又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就其实就真的很想跟他说 就是 希望能多给他一些安全感 这样 对就很难要学会录的 太难了 但这次守护小天使我又 我有主动一些啦 有往前 对 有往前走一步了 我上次真的 对 不能让别人觉得 我是个朽木 不可了解 这次我说 谁像下周就知道了呀 最后没有了对白 必须要你 是不是男不是男人 不缺气氛的平等 总有幸福有幸福 生命的欺负要认可 同一个人 也许有人啊 今晚播到肚子 再播一会吧 看心情 无语了 也没吃上呀 吃了上还是吃了上 多少天上里就有机会细时长的 我们是对方 责别的人 分不顾身 男生难分 不是一般人的人生 我只有一天 还一个人 我也想这个 让那时间每一个在都退 是暖冰中有万事的可能 因为我想歌词 特别的人 看不清楚还是把眼镜拿了 是吧 在PDD上买 PDD永远第三 因为之前买了个白色 这首歌叫特别的人 不沾毛 不沾毛 友友们不沾毛 来看一下 不沾毛的 笑死 遗风 你在假热 爽 不沾毛 沥 ondern 其实我觉得很很神奇 这真的就是在这一面之后 周六周日啊 就是你们的工作日啊 变成了 我曾经的工作日变成我们的工作 曾经的放假日变成我们工作日 对 然后我每次都分不清楚 周日是该开心呢 还是该 就是你们最 你们一般都 马上就要周五周六了 可以放假 我们就马上就要周五周六了 上班了 就是这种感觉 你们周一的时候 所以进来之后 周一变成了我们 最那个放松的时候 但确实我还是蛮喜欢 有公勉的日子 比以前喜欢多了 不是说以前不喜欢的意思 不是 特别的人 现在讲话都要很严谨 不是啊 就是曾经经历过那种感觉 就是以前啊 以前会觉得啊 怎么这么多公演啊 一周两场 我感觉好心累 就好多呀 但是就是如果是 我跟你讲 我觉得一定要让 不能说一定要每个 我想就一定要经历过那种 没有公演 但你想要争取公演的那种日子啊 等你没有公演 没有这个机会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一次机会有多难得了 真的就是这样子啊 失去了之后才懂得真心 对吗 对 所以现在再看到有人说不想公演的时候 我就想啊 公演真好 对 得不到就更加爱了 真的就是这样 而且你想要平时可能就是 拉里拉遢 没有工作的 因为我其实 为什么我说我喜欢工作的日子 虽然说排的非常满啊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没有工作的日子 你可能待家里 是挺爽的一整天躺下来 但是 是就是很邋遢 就是没没化妆 就觉得自己非常的 不知道在干什么 那至少我 有工作的时候化完妆 还觉得哇 真好 不错 很充实 什么疙瘩啊 对就真的 而且能看到自己的粉丝 回来还能看看录播 是吧 就感觉非常充实 没有化过 化完妆就感觉 这张脸不化妆可惜了 平时真的是 必须得上点东西 你知道吧 当然其实容貌焦虑 也是百分之 就是都会有 容貌焦虑的 真的就是这样 因为每次啊 我想每次觉得 自己最漂亮的时候 都是干化完妆的时候 干化完妆的时候 都觉得自己最漂亮的时候 但是呢 在上场的时候 都是最丑的时候 因为总觉得好像 不行 这里好像不够 这里画的不够长 这里好像又又差点 又怎么样 完了 怎么这么丑 就是这个时候 我是觉得最丑的时候 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是 腌制是什么东西啊 腌制是什么东西啊 谢谢我相信西鸟 主要是过几天都是下雨 也出不了门 很累了 很累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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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最恐最讨厌的事情 就是延误了 太麻烦了 每周公演日都不太想外卖 海街街 能见到真好 真的 不喜欢下雨天吗 我 不喜欢下雨天 说什么 我可以接受下雨天的气味和空气湿度 但我不能接受我出门时那种潮湿的感觉 就是那种湿血 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最难受 就真的就是上学的时候鞋子都湿了的那种感觉 就很难受 而且没多少鞋 就一双鞋 晒不干 第二天继续穿又是湿的 袜子都湿了 所以我很不喜欢那种感觉 而且其实为什么我不喜欢下雨天 是因为以前小时候 真的就真的 以前小时候根本没有买 就是因为小时候没有买那种好看的伞 我家里的伞全都是广告伞 所以我宁愿淋雨 不是 不是 因为家里都是那种 比如说什么什么银行充钱送的呀 或者是充化费 什么什么送的那些伞 然后老被同学笑你知道吧 真的 然后或者是那种 你首先嘛 不不不带名字的 真的我家里就几八三我记得 然后不然就是出门是那种 就是伞架是歪着的 就是可能就一个 一个是没有名字的 没有标任何标签 但就是那个伞架上面是歪着的 或者颜色非常奇怪大 就是那种很奇奇怪怪的颜色 然后我妈就会说能撑就行 就是会很多 对都会觉得这种东西不是非常需要花钱去干什么的 对就是要 然后有的时候 如果下的雨稍微小一点对吧 然后我就 就比如说同学一起撑伞走回去啊 然后就说你怎么不撑伞啊 然后我就会说啊 我喜欢淋浴的感觉 这一点小雨算什么 我觉得 就是很小的水啊 就没事 然后就会 真的就是那种面子千斤重 而且以前面子比现在众多了 现在就会觉得啊 确实 好像 没有那么多人 care 你到底撑的是什么伞 没有多少人去 care 你这个伞上面写的啥字 真的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就会在意很多呀 很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 包括你想 包括以前出高中的时候不是 你们学校有穿那个统一的校服吗 统一的校服 然后还要特地的把那个宽松的裤腿 拿去改 花五块钱把它改成紧身裤 对吧 就其实没有人 就是其实宽松的裤也是好看 像现在 现在可能就会觉得我不需要穿那种紧身裤 我还是喜欢宽宽松松的感觉 对 就卷裤腿嘛 拿来啥啊 你又放在冰箱里等吗 嗯 我那时候 对 而且那时候真的就是老是在校门口抓 你知道吧 确实会罚钱 而且我还要假装说 啊 因为我拿的是S嘛 我拿的是XS嘛 所以它本来就是这么紧身呢 然后其实现在看着真的非常夸张 大家都是框不垃圾的 我们是那种紧身 而且还不是那种整条紧的 是那种哈伦裤你知道吗 就是裤腿是紧的 就是这样一个倒三角的那种紧的 小脚裤对 那个时候非常流行小脚裤 因为那时候 其实 你们知道吗 那时候还很流行那个彩色铅笔裤 你知道吗 就那时候 嘻嘻嘻嘻嘻 那时候那MV出来的时候 彩色铅笔裤 一直以为是因为穿了彩色铅笔裤 那个腿才能又细又长 然后都去买有颜色的裤子 真的 然后也去买各种各样颜色的 那个时候 WOW 对吧 后来长大了之后 真的才发现真的跟物体 没有任何关系 真的现在穿感觉真的好看的人 随便微调什么东西都是可以看的 好看的人不需要穿衣服 不是 确实 好对 大家看看今晚的PK吧 其实我打开超话 看到那个PK的时候我都惊呆了 好你说的 你说的大家见证啊 截图为证啊 看到了没有 截图为证啊 截图为证看到了没有 他穿浴巾来 好吧 如果比浴巾稍微多出一寸布 我就扒了个金关 对那个PK 因为我看到了我的对 不是对手 是这场活动的 另外的 我都惊呆了 这是一个人跟两个人在战斗啊 这是一个人对一个家庭在战斗 不是 别问 问就是客道了 没有赶KY的意思 都赶PK了 都赶PK了 我都笑坏了 赶KY的另一个层次就是赶PK 惊呆了 刚出来工作的时候会想这样吗 会 但其实大学也算是离开家挺久的 所以就 感觉还是 因为我还是不算 跟他们比起来的话 我应该也还好 因为我不是说一年才回一次家 我一般来说半年好像 感觉吧 对吧 好像都有 回去见一次 有没有 我还是不想弄 对 离的不是很远 对 离的不是很远 我稍微都准备关直播了 谢谢你不戳窗我 你没有说头蟹这两个字 谢谢你 但是就算你这样子为了我 就非常隐晦的表达 但是呢你就是说话就是这样子的 说了穿浴巾就不能再穿另外的东西来了 好吧 这不能够 对记得穿浴巾 好吧 会不会抓起来 那不关我的事 抓起来还挺好的包吃包住 你想人生这么短暂 什么事情都要去经历一下 你看你还蹲过 不是 要说到做大王 你要是没来 就是在来的路上被抓了 确实 古玉京对啊 不然你啊算了给你个那个吧 穿那种辣妹装 就是那种毛巾的那种 你有看过吧 没看过百度一下 那种辣妹 今年不是很流行辣妹风吗 就是那种三角巾的那种 对 是你可以找来借一下 顺便交个朋友 好了 我准备关直播了 因为我要翻会拍 然后还要卸妆洗澡 准备睡觉喽 明天迷你们还要上班啥的呢 对吧 早点睡觉 早点睡觉 早点休息啊 拜拜 晚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